面对大陆目前风云重远的越演越烈的大陆民主运动 许专专在问我们在台湾能做什么呢 以下是我们记者的报道 自由中国之声紧急呼吁 共军弟兄们 中共少数当权派欺骗你们 驱使你们去镇压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 这是今天下午两点国内中央电台的广播 他正告诉大陆的同胞大陆发生了什么事 在大陆除了北京之外的很多地区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北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结果却要透过我们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外面的人来告诉他们 我觉得这是蛮悲哀的 大陆对外新闻全面被封锁以后 中央电台立刻出动了全体播音和工程人员 每天的每小时以20分钟七种方言不停地鼓励对岸同胞要坚持下去 心理上的支援已经逐渐看出效果 这几天大陆学生的口号 有些竟和电台不断的诉求完全吻合 台湾的红十字会也开始接受国人的捐款和声援了 但是他希望民众的诉求能够尽量单纯 希望如果要我们红十字会来转达我们国内同胞的这个关心的话 我们所关心的应该是他身体 那么他的健康他的问题 尽管某些组织的性质不适合谈政治 但今天国内从南到北各大学的校园里 仍然继续出现更多的全校性声援大陆民主活动 街头上更有签名静坐的响应方式 而是亚谋也决定召开声援大会 尽管有地理上的隔阂 但是现在大陆各地已经可以听到我们的精神支持 或许会得到物质的援助 要不要伸出援手要不要表达心意 这时候就在与国人自己的抉择了